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因素 我们赞赏布什总统多次表示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 希望美方认清台湾局势的严重性和敏感性 停止向台出售先进武器 停止与台军事往来和提升与台的实质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和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法格表示保持强有力的美中关系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 美方 我们最大的关系是台湾问题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方面 违反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 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因为这不利于我们和平 结果解决台湾问题努力 我们准备以最大的诚意 进行最大的努力来实现祖国的和平同意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借口把我们伟大祖国的 克里的一部分台湾 从伟大祖国分裂出去 这样一个信息 保持稳定与繁荣 会见结束之后 李肇新部长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在这边的视频中 就算了一票